今天刚上线 就收到了范德西的庄园邀请 平时不见他这么积极 今天这是怎么了 去看看 哦 我的胳膊 快看看我身上穿的是什么 这是达人专属配饰 你这么快就收到了 对啊对啊 刚刚收到的 正好你上线 顺便 顺便向我炫耀一份是吧 是 是吧 不过你这配饰 怎么看起来小小的 有机板的 和我之前玩过的不太一样呀 你之前玩过的 怎么 你的也到货了吗 那倒没有 有一张地图是玩家自创的达人配饰 和你这套出入有一点点大 最主要的是 人家那套还是会发光的 什么 发光 干哪呢 快带我去看看 no 就是这儿了 你看这儿的达人配饰 什么 合着这倍饰这么大 王爷给我发的是松水版的 什么配饰这么大呀 这是玩家自创的倍饰 原本的配饰大小 就是你现在身上的大小 我就说 刚拿到手的那一刻 我还感觉哪不最近呢 现在我再反应过来 我这是迷你版的呀 哎呀 你不要灰心嘛 有总比 可是他还会发光 我真的我要碎一跳了 这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呀 甜甜的 早知道你玻璃心 我就不带你来这看了 哎呀呀 你看嘛 除了翅膀 耳脉和腰式 还是很还原的嘛 对不对 这个理由虽然有点牵强 但勉强能说得过去我自己吧 而且很多淡仔想要拿到这套配饰 还是挺难的 所以说我还是珍惜吧 哈哈 这才对嘛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这套配饰 对比一下我的阴浪心闷配饰 感觉上还没太好看呢 我也就说嘛 还不如阴浪心闷呢 我真的哭死 又来 老实到不说了 虽然但是 话是这样说 但这些还是希望大家 能和之前一样 为了想要得到的配饰 努力去做一名优秀的淡仔达人 不要因为配饰 并不是一开始自己想象的样子 就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这变成一名优秀的淡仔达人 嘿嘿 没错啦 小哥也祝愿大家 能够早先拿到自己 心心念念的达人配饰 也能顺利达成自己心中的目标 成为一名优秀的淡仔达人哦 拜拜